树萍好 李大哥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来介绍你最新的这个 和乐南明这本这个乐谱 这一本和乐南明 深田流日本针的书呢 它是介绍日本传统乐器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 日本针的一个文化书 那它非常适合 可能不了解日本针 或者是学习日本针的 学习者来阅读 台湾日本针的这个相关的书多吗 台湾这种书基本上是完全没有的 那如果大部分老师使用的教材 都还是来自于日本 就从日本翻译过来就对 对或者是直接从日本购买 但是是日文的书籍 好接下来把日本针 跟我们传统的古针稍微区分一下 它也是从这个中国的这个古针 传到日本去了吗 是其实我们现在讲日本针 那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日本以外 我们才会称它为日本针 那它在日本也是称之为针 那这个乐器是在中国唐朝的时候呢 传到日本去的 那在日本它经历过了 从宫廷的乐针 然后到寺庙的朱子针 然后到民间的俗针 三个阶段 那它在俗针的这个阶段呢 因为是要推广到一般大众 所以它已经完全的日本化了 但是它跟中国针呢 它还是有一些渊源是很类似的 比如说它的弦数 它一直保持了当时唐朝传过去的十三弦 但是中国针现在基本上我们已经比较少看到 基本上是没有看到十三弦的针了 所以在整个全世界 我们如果看到有人在谈这种针的乐器 去数一下它的弦数呢 如果是十三弦 基本上它就是日本针 所以后来的古针它改良之后 反而它的弦数变多 对 这个古针它的一个发展 它有点像是变化的 也就是说它开始十二弦 然后十三弦 十八弦 二十一 那当然现在可能还会有一些二十三 或者是二十六弦 那现在当然主要是以二十一弦为主 那大家已经比较少在谈 可能二三十年前流行的十六弦针 那日本真的好像对这个乐器 它有它特别赋予这个意义 它每个弦都有它的一个 这个特别的象征意义 对因为这个乐器 它传到日本去的时候啊 就是它除了乐曲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执法 让日本人觉得 这个中国文化的智慧 非常的深远以外呢 再来就是说 这乐器它饱含了很多的乐理 所以他们觉得学习 这个乐器不是只是 娱乐的一个功能 它可能还可以得到一些 文化涵养的提升 那它一开始是在宫廷里面学习的 所以学习者一般来讲 也都是可能身份地位比较高的 一些官员啦 公主啦 那他们就会希望在这些 形制上看得到的部分 可以给予它更多的一些道德 一些规范喔 那像我们刚刚有提到 就是日本真基本上就是十三条弦嘛 那它就是十三条弦呢 它就是用人质 李义信 文武斐兰商 斗维金 这十三个字 然后来代表了 希望谈真的人 可以具备这十三种的 一种道德的一种品德 这个是可能比较 古代的时候 在这个部分是非常 连结是非常强的 但现在其实也有 只是 现在的音乐模式 比较是偏向娱乐 就比较通俗 我提到这一个部分 那过去日本真他们在演奏的时候 他们有结合哪一些文化 或者譬如说茶道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 基本上日本真 我们现在使用的日本真在 刚才刚才有讲到三个阶段嘛 那这三个阶段 我们现在演奏的是第三个阶段 也就是俗真 也就是通俗 就是民间流传的这个俗真 那在江户时代 整个流传俗真的传承者 基本上全部都是盲人 那他们就是很单纯的 就是做一些音乐的传承 然后教育 然后编串 然后改革乐器 然后作曲 这些工作 那他的一个跟其他 文化类型结合的部分 其实比较少 因为我们看以前的一些中国针 其实他好像都是宫廷乐 对不对 所以他一定会结合一些宫廷舞蹈啊 或者是怎么样 是 其实日本针 日本针也是嘛 这个乐器在古代是比较少 结合其他的音乐类型文化 像茶 日本的茶套基本上是不能有音乐的 对 他们是非常严格 规范是 这个是跟音乐是不达的 那像歌舞技 他会可能会比较适合三位线啊 或者是小谷 这样子的乐器 那当然现代也有 就是以日本针去演绎 就是搭配歌舞技 这样子的一个展演 可是他那个都是 比较属于是特例的一个状况 那过去日本针 他就是单独的这个表演吗 还是有结合其他乐器 他会结合其他乐器 他在一个时期 非常频繁的跟三位线一起合奏 然后还有加上日本的一个弧工 那我们称之为三曲合奏 对那这个弧工 他当然偶尔会有尺八来代替 这样子 好那我知道这个像日本茶道 他有很多这个流派 那日本针在日本是不是也有一些 这个不同的派门 日本针的派门现在主要就是两个 一个叫做深田流 那一个叫做山田流 那有哪些区别 他们最大的区别 就是说我们从看得到的地方来提到好了 他的指甲 就是我们在演奏这个日本针 这个乐器的时候 我们是要带甲的指甲 我们称之为翼甲来演奏 那深田流他带的指甲是方形的 然后山田流带的指甲呢 是圆形的 所以技巧上有什么差别吗 对因为深田流他一开始在发源的时候呢 他主要是在关西地区 那山田流他主要是在关东地区 那我们先来讲山田流好了 山田流他在关东地区 他比较注重的是歌乐的部分 所以日本针他等于是说 他在帮歌乐做一个伴奏 那他希望他的这个演奏的音色呢 他不要去影响太多歌声的部分 不可以抢 对所以他的音色需要是圆润的感觉 所以他的指甲就会做成 是像中国古针这样子圆形的 那因为是圆形 所以我们是坐正的弹 那那个声音听起来 也会听起来比较圆润一些些 深田流就不太一样了 深田流他们会比较注重 气乐的一个多样性 最好就是说我们演奏完一个作品之后 大家就会觉得 这个乐器的音色很丰富 指甲非常的多变这样子 就演奏为主就对 对所以他的指甲呢是方形的 因为他方形的话 他四个角他全部都可以运用得到 那这样子他可以弹出来的音色跟技术呢 也会相对的来讲比较多元 就比较区分比较清楚就对 对 那以一般的这个欣赏者来讲 就会听得比较锐利一点 对就会比较锐利 像你现在能够自由的两种转换吗 就是如果 我没有办法 习惯方子的话 这个再谈圆的是不是就会有困难 基本上在日本学 日本真的朋友 大部分一进升田流 他就是永远升田流 那一进山田流 就永远都山田流 那当然升田流的人 可以用升田流的指甲 演奏山田流的作品 那山田流也可以用 山田流的指甲和演奏法 演奏升田流的作品 但是指甲就没有办法随意的替换 对 因为这个演奏法跟这种演奏的习惯 包含坐姿乐谱 这些都是不太一样的 那其实你学日本真的有非常多年 那为什么会近期想要出版这本书 把它这个过去日本真的一些文化 包括一些指法 以及乐曲 把它做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整理 其实写教材这件事情 是我从日本回来之后的 就一直希望做到的一个愿望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一来是觉得自己的教学经验 还不是那么的足 那第二个是觉得不知道台湾的需求 就是说台湾的学生可能会希望看到一个什么样子的日本真的书 那当然就是时间累积下来 就去年的时候 我跟刘颖蓉老师 我们就一起约定好 就是要在今年一起出版 就是乐器的教材 那也觉得 推广日本真十年 因为我们乐团刚好十周年嘛 那有一些心得啦 那所以就把这个心得在这个时间点呈现出来 也是个这个里程碑就对 十年的记录 对那另外一个是说 在这十年之中 推广教育的过程里面 经常会使用日文的书 跟日文的课本 可是大家虽然对日本真很有兴趣 或者是说书上虽然会有些汉字 大家可能会去猜它是什么意思 但后来会发现 有的时候就是学生会理解错误 或者是想要在更深入了解的时候 发现读不懂日文 那他们会觉得有一点辛苦这样子 那所以其实中文的 用中文的方式 然后来叙述一本 就是日本话的日本真的书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尤其是现在疫情的时代 大家又没有办法非常随时 到日本去学习 那另外一个原因是 这个书它不是只是推荐给 学习日本真的人 那我也很希望就是 对日本真可能有兴趣 或者是对日本文化 日本传统邦乐文化 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读读看 因为这里面讲到了很多 台湾坊间关于传统乐器书 没有提到的一些内容 对里面有讲到日本真 跟台湾邦乐的关系 我自己的这本书里面有一篇文章 是在提到日本真这个乐器 在台湾一百年来的一个历史 但是台湾邦乐这个词呢 我觉得还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啦 可是我讲这个一百年 是因为我希望大家知道说 这个乐器其实在很早以前 就曾经出现在台湾 而且当时是非常盛行的 那当然是因为那个时候 是所谓的日志时代啊 那很多的日本人 他们可能军官的太太 七小对这个音乐非常的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兴趣 然后他们可能在交流的过程 会演奏音乐 然后来缓和气氛 或者是增添一些生活的情趣这样子 一开始是这样子 那后来日本人 他们是真的想要认真在台湾 扎根跟推广这个邦乐的文化 那当然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日本他们撤退 这个乐器其实就暂时在 这一刻土地上销声匿迹了 那之后就是还好 就是中国古增的演奏家梁再平先生 他非常的积极与日本的邦乐大师们 有一些直接性的交流 比如说他去日本做演奏啊 或者是他们邀请日本的演奏家来台湾 做表演 然后因为这样子前人的努力之下 这个日本针或者是日本邦乐种子 才在台湾就是种下这个种子这样 所以他当初在这个100年前 其实他是发展非常兴盛就对 对他的兴盛的程度就可能 每个县市都会有教日本针的老师 然后甚至有每个县市也都会有 卖日本针的乐器行 我觉得这样子已经算是非常兴盛了 所以发展到今天你自己开始 也慢慢有在进行日本针的这个教授吗 有我其实从10年2009年从日本回来 我就已经在我们台南艺术大学教日本针了 可是日本针的学习是不是都是 像你们这个女性比较多啊 有男生学日本针的吗 其实在日本学习日本针男性非常多 那我自己现在学生男性也非常多 那喜欢日本针男性也非常多 所以他们会喜欢演奏日本针大概就是对日本的曲目 或者是日本文化有一些比较喜欢的地方吗 我觉得是可能会喜欢这个乐器 所演绎出来的一种音乐的柔和中 又带一点那种强韧的感觉 所以你是指他的音色跟这个中国传统的古针是有差别的 对他的音色跟中国古针其实有蛮大的一个区别 是弦的这个材质还是弦的这个粗细 主要是弦的材质 那中国古针的材质是金属的弦 所以比较硬 他的声音会比较轻亮 对我们会觉得 然后他在盈柔按滑会比较容易 对那他要展现张力这件事情 也会相较日本针来讲会比较容易 那日本针的弦是纯尼龙的 那当然古时候是丝弦 那我们现在用的是纯尼龙 是完全没有金属的成分在里面的弦 所以表现上更难对不对 对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 好像日本针的声音听起来就是一个音一个音 那原因是因为他不具备金属的元素 所以他的一个残像 没有办法像中国古针这么容易制作出来 那所以要把一个声音弹好 这个功力就会需要花很多的时间 所以他在执法上的运用就更加的这个要求 对就是他在深度上会更加的要求 那这个乐器比较有趣的部分是说 我们一般看一个人演奏日本针 就大概可以知道他学几年 因为他这个音色的累积是可以感受的出来的 所以急不来的是吗 急不来 当然初学者他们一波出一波就会有声音 但是你要用一同样一条弦同样一副指甲 然后可以探出十种二十种以上的音色 这个就是看每个人各自的修行跟努力 那这个手指的这个大小有没有这个帮助啊 手指的大小肯定有帮助 但是我觉得透过训练 其实小的手他也可以演奏出很棒的声音 主要是手的重量 因为弹日本针是在用身体的重量在演奏的 像我们的老师的老师可能都九十几岁 但还可以开个人音乐会 然后弹琴的声音都还比我们还大声 那他们的肌肉量绝对没有我们年轻人来得多 所以他们是非常会运用自己的身体 然后用这个重量然后去弹它 所以看起来很优雅 可是其实他是很费劲的 是不是 他不费劲 但是你要学习怎么放松身体 哦要利用身体的力量 那初学者只会用手指 所以就很累 对就是初学者可能会用力 所以他可能会觉得很辛苦这样 那我们会随着年份 就是学习的年份的增加 然后会越来越懂得放松 那你也会开始感觉到自己身体跟乐器的关系 哦所以这样子你出这本书也是想要对你的这个教学 有一定更好的一个品质吗 对 所以能够用自己的这个乐谱这样子教材 对其实这个教材也要感谢我的学生们 因为写教材的最大的动力还是来自于 就是跟随我很多年的学生的需求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一起遇过很多的困难 比如说看到一份新的乐谱上有不知名的执法 大家可能不知道那是什么 或者是说 日本本来就比较少这种 有点像是练习的书 就是针对每个执法有做练习的书 所以我会希望有一本 对于所有的执法有一个很详细介绍的书籍 能够除了就是让他们日后如果忘记这个执法是什么意思 可以借由书回想起来以外 那其实我的书里有一个篇章是教大家怎么去认识这个弦谱 那既然是弦谱刚刚有提到十三条弦嘛 所以他就是记载这个弦的弦数 然后变成乐谱这样子 所以他就一格一格 然后上面是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都为经 随时还是可以对照就对 只是要习惯就对 对要习惯 所以有很多人说 老师我看不懂五线谱 看不懂简谱可以学日本整吗 我说你只要试字就可以学了 所以他又是另外一种标注方式 对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标注方式 主要是因为整个日本在游传的过程 是以盲人为主的 那盲人其实在教育的过程里面 他们就是用这种念弦的方式在传承 所以他更注重听觉就对 对更注重听觉 所以他没有办法用视觉看 所以就是用口述这样的一个传述 他们把所有的执法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执法 就是一次弹两条弦 我们就会叫香 那这个香 讲久了大家就会知道 老师讲到香的时候 我就是要一次弹两条弦 或者是节奏的感觉 比如说Kororin 那老师念久了 大家就知道Kororin 那我们现在要弹Kororin 那因为Kororin第一个音是科开头嘛 就比较大声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 第一个音要弹的比较重一点点 那他就是用这种有点像是口诀的方式 在传承他们的文化 那像你在个人这个推广日本针 他有比较这个进入所谓的一般社区大学吗 或是一些比较民间的学习中心 社区大学目前 好像都古针的课程比较多对不对 对 然后我自己个人是除了在大 就是国立坦艺术大学之外呢 我有在一些中学有教授日本针 那他们这些中学可能是有所谓的异财课 对 那他们开的项目比较多元 那我有提供日本针的选项 就是一个日本乐器就对 对 那其实现在都陆续有学生来修课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状态 但是这个乐器在推广上有个很大困难 是来自于乐器啦 乐器本身 对因为一般他不太会自己买 一定是要先租用嘛 对 那如果不好租的话 这个就算会谈日本针的老师 他也不好开课嘛 那古针比较好借用 对 古针他的一个贩售的 就是取得方式比较容易 那日本针现在还是比较困难一些 那他的价位跟古针比较起来 大概是怎么样 古针喔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因为跟一些古针老师 回顾一下以前的历史 他们说以前中国古针六百块就买到了 但是现在几百万的都有 那其实日本针 他一直以来 从古时候是给人一种 好像很昂贵的乐器的感觉 但是如果针要跟现在的中国古针来比的话呢 他大概会比中国古针高价位的再便宜一点 但是他会比中国古针出街的 再贵一点点 对 但他的range非常大啦 就是他可能出街的就是日币可能十万 然后或是二十万 然后也是到可能日币两百万都有 但是现在中国古针也有两百万的 台币两百万的古针 三百万的古针 可是如果一般初学者想要学的话 他大概学到什么程度 你才会建议他要买一把自己的日本针 是其实在台湾推广日本针 一开始大家可能就会有乐器的疑虑嘛 那我当然会先鼓励大家用租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因为不确定他们学多久嘛 对第二个是如果你想要真的拥有一把日本针的话 你想要拥有到什么样子的程度的情 那我会希望大家至少坚持个半年 再来考虑要不要嘛 再来考虑 对因为有时候这个一时冲动对 然后学了之后发现很困难就放弃了 然后真的就没有用了 对真的就没有用了 就会很可惜 最后书评帮我们把书名介绍一下好不好 为什么叫和越南明 好这个书的书名叫和越南明嘛 那和越南明其实是我的 我大学的指导教授郑德渊先生帮我取的 对然后在第一页的地方还有他的末宝 郑老师的末宝 那和越南明其实因为这是在台湾出版的 日本真的书 所以呢和越也就是指日本的音乐 然后是在日本的南方 就是台湾 然后明这个字是因为它是一个 比较是以演奏为取向的一个书 那希望大家是藉由真的是碰触到这个乐器 然后来理解认识这个乐器 今天非常谢谢树萍为大家介绍他最新的这个乐谱 谢谢 谢谢